二人的死亡 兄弟Miles和Damián Sanderson 然後早上 Damián在階段位置 警方公布兄弟兩照片 這兩名嫌犯就是加拿大薩克齊萬省刺殺案的凶嫌 現在一人被發現已經死亡 但另一人持續逃亡中 我們希望公眾知道這個 因為有可能他可能要求醫療的注意 即使他傷害 這不代表他仍然不危險 加拿大警方呼籲民眾 因為還有一名嫌犯沒落網 要保持警惕 總理杜魯道也發聲為死者哀悼 昨天的攻擊在沙斯卡丘 很驚訝和心驚訝 我們仍然保護這個情況 我們要求所有人 把所有警方的報告 這起攻擊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8人受傷 嫌犯行凶地點多達13處 是加拿大歷年來最嚴重的 大規模殺人事件 不少民眾身心受創 出現攻擊陰影 也有民眾表示疑似看到 嫌犯出沒 然後這男人來走 他看著他臉上的衣服 他就說 我需要有人去 救救醫院 由於嫌犯進行無差別攻擊 還有多項前科 加拿大政府承諾 會儘快將犯人逮捕到案 也為無辜受害者 將半期致哀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